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哥特巴赫猜想 但是在数学界还有一个陈醒生猜想 那就是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大国 这就是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 陈醒生的断言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创立了世界一流的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 并且促成了有百年历史的国际数学大会在中国召开 2002年他录业归根 选择了天津作为他永久的定居地 陈醒生的少年时光是在天津读过的 南开大学是他长旧数学大师的起点 今年是他定居南开的第二年 由于身体原因 如今他很少出门 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过着安静的生活 陈醒生的名字真正让人们所熟悉 是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数学大会上 2002年啊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 他开创了这个有一百年历史的大会 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的先河 那么这个大会能够在中国主办 于您的申请和您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呢是分不开的 那您为了这个大会举办的成功积极奔走 这一切都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呢 我们这个大会就是有最初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对于数学研究 有着成就有活动的数学家 那时候这些人都是在西欧的了 美国也没有的了 那么他们觉得有这个需要 有个集会的机会 很要紧的一次的会 就是1900的会 那时候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数学家 一个是法国的Bangari 一个是德国的Hilbert 前他们都做了报告 Hilbert的报告呢 他提了23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范围非常广 这个问题呢是全新的问题 并且很容易懂的问题 那么结果他的问题是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影响 我想到现在一半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了 还有几个没有 还有几个没有解决的 那您觉得 这次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对整个中国数学的发展 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我希望能够鼓励 这个中国有些个人 这个将来拿这个数学做他的职业 很少人了解有这么数学这一个工作 甚至有这么一行 这个大家我想一般的社会 不知道你数学家做什么工作 国际数学大会是最高水平的全球性数学科学学术会议 每四年举行一次 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 瑞士苏黎世是首届大会的举办地 105年后第24届国际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景深是大会的名誉主席 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约四千多名数学家 汇聚一堂 回顾和总结了四年来数学各分支领域的最新进展 而中国数学的发展状况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这个就给你看 你这个答案你看你问谁了 这个个人的这个结论不太一样 那您个人认为呢 我个人认为是前途是无量的 前途很好 现在有多么好就很难说 中国最近这个数学竞赛成绩非常好 中国从1986年开始参加 一共参加四几次 中国有十次得到第一 可惜今年没得到 今年是中国第二 所以中国是有这个基础的 那么这些人得到第一的这个常赛的人 后来都没有拿数学做成他的职业 您一直在提一个让数学变得好玩 那是不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要让这些孩子觉得对数学非常有兴趣 而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 那当然 数学好玩就是数学是有许多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数学问题比方有点跟下棋有关系 你如果你下棋能够达到某一个阶段 你就觉得某一个某一步棋 你要看见了 觉得某一步棋是妙棋 吓得对方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中国是一个数学大国 我们的老祖宗啊 是丛林创造了十 包括以前的几何学啊 和方生祖都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 可是现在呢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现实 就是中国在世界的数学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我想落后的是不要说数学了 你就整个的科学 整个科学中国也落后了 物理也落后 现在大家都热心于研究生物学 生物学中国差的也很远 那您能回答我 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是中国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 不太有兴趣 比方说 有些个外国人如果到了天津 他可以说研究天津小虫子有什么 中国没有人做这事 中国人很实际 这如果你要跟他讲 说我这个深圳或者牛要的股票 怎么样子 大家有兴趣 因为你投资了之后 立刻就变成钱 这个当然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天津有什么小虫 可以很值得研究 你完全把它完全研究一下 或者小的这个植物 这个比方我们像南开大学 也这个有相大的校园 校园里头有的这个什么样子花是好看的 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 中国人都没有兴趣 所以引起这个孩子 引起学生对数学或者科学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认为这个中国发展数学的关键是什么 我想我是很乐观的 数学在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需要的经费最低的 所以不需要钱 你是一个其他的科学 往往有实验 实验就有房子 要实验室 你要仪器 这就要经费 这样我们搞数学的人 你回到家睡觉起来拿纸笔 拿着拿几张纸 你就可以做 2002年陈兴生决定回国定居 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其实20多年前 南开大学在校园里就建立一栋叫宁园的别墅 公后这位影响了伴多世纪世界数学发展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陈兴生的到来 在84年的时候 您获得了沃尔夫奖 这个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数学界的 因为诺贝尔本身并没有数学奖 沃尔夫奖那时候给奖的时候 他的奖奖是跟诺贝尔奖一样的 他也有意要跟诺贝尔奖同样的地位 您获这个沃尔夫奖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大的贡献 一个是您对高斯邦尼公事的证明 那么还有您对美国整个的微分几何的贡献 那么再有呢就是您的纤维丛的几何理论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高斯邦尼的公式 据说呢这是19世纪最经典的几何公式 这个国际上最有名的一个几何学家 这个几何学的范围推广 那么他曾经他自己高斯邦尼公事的一部分 他推广了 推广了然后他说这个是当前 微分几何最重要最难的问题 我把这问题解决了 不过不但解决 我的发展现在所谓成瘾身世线类 就我了解您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它解答了 这听起来有点神奇 是啊 一个人许多事情靠运气 有时候你一做就很顺利 除了运气您觉得还是因为什么 您能够在两个月时间把它解答出来呢 我们搞这个数学跟其他科学有点不大一样 我们是整个都想的 这问题很多 有几个基本 有几个困难 都想的 所以我在昆明新那年到交课的时候 在高斯波那公司 在一个简单的情形 我有个新证明 然后一下子刚叫我到了Princeton Princeton当前 当代当时呢 是世界上国际上最要紧的一个中心 阿尼斯坦在那里 阿尼斯坦那时已经不太有用了 阿尼斯坦想这个推广 他的相对论啊什么的 他 他 阿尼斯坦跟我很熟 他希望 他就要做微分集合 可是我就决定 我这微分集合不跟阿尼斯坦做 没关系 为什么 他那个东西没道理 没道理 他就老了 他就民企当大吉了 但是 我就跟他谈谈就是了 除了爱因斯坦 普林斯顿大学 还有另外一位数学天才 纳什 这部美国影片 描写了他的一段传奇生活 陈醒生上世纪四十年代 大部分时间都在普林斯顿度过 在他眼里 这些国际数学界声名显赫的人物 都有一些缺陷 我们前两年看了这个奥斯卡获奖影片 Beautiful Mind 我们这边翻译美丽心灵 这个数学家叫 John Nash John Nash 对 John Nash 对 我跟我他很熟啊 我们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啊 非常这个感动 被他这个执着的追求的精神 那么他的这个生活 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身影当中 我们能看到您的生活也是这样吗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跟他很熟 常一起谈谈 他在普林斯顿 我们常看见 他是个怪人 他是怪人 极有能力的数学家 他的数学是很好的 是有能力的 我是什么跟他完全不一样 我是正常的 他是他始终要做难题 想做难题出名 他现在还在做这个难题 做得一塌糊涂 没成功的答案 那他是做难题是他的追求 那您对数学的追求是什么 因为他对数学不大懂 他是知道哪几个有四个难问题 大家注意的 所以他的态度就要知道这个难问题 他就去做 我是了解整个数学各个方面 数学范围大 数学范围大得不得了 并且也很有意思 数学呢 就好像一棵树 那么这个树上有很多枝 这些枝呢 都是像代数啊 几何啊 不同的这个学科 但是呢 您呢 就几乎把所有这个数学啊 能生范围 您都有所了解 这数学就像 就像个大官员了 你里头玩 也好玩 都东西多得很 有些个问题 比方说数学 你拿一个曲线 它包一个包一个这个面积 要圆周的时候呢 这面积最大 怎么证明 这就很浅的问题 也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对于 许多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数学好玩 非常好玩 那么对您来说 数学的美是体现在哪呢 主要要有新的东西 我说 我这个 我这就是说 老的东西 我真正有新的观念加进去 就改样了 这要有 要变化 要有新的东西 我 我对于这有兴趣 1911年 陈景深在浙江嘉兴出生 小时候 因为害怕老师借齿打人 陈景深 只上了一天的小学 11岁 他随父亲迁了天津 那时 陈景深 已经会做复杂的算术题 并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艺术是需要天分的 但是我觉得数学更是需要天分 听说您还没上小学 父亲给您的这个笔算数学 您就能解答了是吗 而且当时您是不是以为其他小孩也都像您一样能做出来 并不 我一个人 我家里头 有法跟旁的小孩玩 不听数学 我父亲教我这么写 要三四五 仅此而已 我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 南开毕业之后 我才要念高深的数学 毕竟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我了解这个数学在国内不没法学 所以一定要留学 可是我家里不能工就留学 我就要找工费 很多人呢喜欢把数学当作一个工具 当作一个这个基础学科 他会去选择物理和化学 而您为什么选择数学呢 我不喜欢实验 我不会动手 不会动手 陈醒生十五岁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 那时中国的数学还很薄弱 当时全国以数学为主科 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两位 而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江丽夫 就是其中的一位 南开四年 在江丽夫的影响下 陈醒生的读书态度 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时南开大学呢 您的这个导师啊 是江丽夫 他是我国一代的数学大教育家 那么胡适呢 对他的评价是 他总能使学生对数学充满了兴趣 觉得数学非常有前途 但是您对他的评价呢 就更高了 认为他是近代史上的一代圣人 那么我很想知道 他圣人的体现是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是主要的他人很简单 他是个教授 规规矩的教书 别的事情都不管 他也 他当然是系主任 他也不要做院长 也更不要做校长 所以我叫他是圣人 您说到就是您的所有的数学的基础训练啊 都是由他口授的 他讲书讲得很好 那时候我的同班这五大任书念的很好的 所以他班上我们有两个人书念的都不错 所以所以因此 加利福开比较高的高深的课 我们都念 那后来你们俩一起在这个西南联大教学 等于是这个关系从师生变成了同事 那您还经常向他请教吗 我们住在一块 他他那时候不能教我了 那您认为自己的水平当时已经超过他了 他打了 打了 1930年 陈醒生考入清华研究院 因为只有陈醒生一名研究生 研究院停办 19岁的陈醒生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助教 那时他确定了把微分几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34年 他得到了两年公费留学的机会来到欧洲 同时于近代抽象代数开创者之一的布拉什克和法国数学天才加当 那您还见到您第一次见加当时的情景吗 第一次见他们 他就给我三个题 加当他是很有名的数学家了 不过他有种种的问题 一见他来给三个题 我不会做 你当时尴尬吗 你当时尴尬吗 不会做 我尴尬不会做 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我没法看他 有一次在学校碰到了 学校碰到了 他说你好不好 我说 我说 没事 不好 我很好 我说 但是你的问题我不会做 他说 你到我来谈谈 所以我跟他谈了一阵子 后来慢慢 他有 他总有问题 有些我会做 所以后来我 我能够做到 每两星期我看他一次 他讲法文 我的法文当不好了 我就 那时候念在德国就要讲德文 在法国就要讲法文 不像现在 用英文大概差不多通行 所以每次我就把我的结果 我的问题写在这样 用法文写在这样子上 就给他 他就看 他讲我懂 我一共在巴黎待了十个月 学了很多东西 高大是很伟大的 那您觉得 这个这十个月 有什么是让您终身受益的呢 我整个学的东西 我 因为高大是他的这个工作 有名的难度 大家觉得看不懂 我十个月待下来之后 跟他做了这些问题之后 我会看 我把他这一套学了 很有用处 人们都说啊 您是家当的学术继承人 虽然呢 您从来没有跟他正式成为师生关系 但是呢 对他的评价呢 是他是超越这个时代的 那您觉得 您和家当相比 您超越他的又是什么呢 不 我不超越他 是高大超越不了 超越高大超越不了 他的数学能力绝对比我高 我跟他学了很多 学了很多之后 我在国际的这个几何学 我就很有地位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 在几何学整个的发展历程中 有着四位里程碑制的人物 欧基里德 高斯 黎曼和佳当 而陈醒生 由于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 被称为数学界划时代的人物 人们把您啊 列为人类这个数学史上 第五位按照这个时间顺序 这是杨振宁开玩笑 杨振宁 杨振宁有首诗 有 您还记得他最后一句怎么说的吗 我这个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几何学家 不止五个人 还有 还有 他写的这个千古寸心事 欧高离家臣 这都是比较伟大的几何学家 那家就是家当 臣就是您 这是他跟我开玩笑 我做了一些要件工作 我想历史上有地位 究竟一定要比 说这个好 是你是不是比他好 这种很难说 我一例告当 我比不上 比不上 他是好 您觉得您能够在历史上 都为自己赢得这样一个地位 赢得这样一个荣誉 那么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我就糊里糊涂就这么做 后来这个东西变成要紧了 这是 我是在主要的方面 我做一个主要的进展 我跟高档学了一阵 然后我也知道许多其他东西 当时我对于维分机构很熟悉 很熟悉 我说 那时候其实我是 已经是非常要紧的一个 国际的要紧的维分学家 国内不一定知道 我想这个您能够有今天的成功 天分加您的勤奋 同时机遇也是非常重要 你这话对 要有点天分 没有天分不行 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 这是1950年 他刚从美国回来 与清华大学学生交谈的情形 他是陈醒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同事 他们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而那时陈醒生却选择留在美国 继继续他的数学研究 您的这个人生啊 相对这个江里夫啊 和华洛庚 他们这些人 还是比较顺的 他是这个 华洛庚是另外一个时代 因为中国的数学 跟这个国际差得很远 那时候来文章 这个杂志进来 看不懂啊 谁都看不懂 这个学生国安看不懂 教授也看不懂 那么华洛庚能够看懂了 把他推广 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工作 这华洛庚做的工作 他就真正这个创造性的不读 50年的时候呢 华洛庚决定回国了 当时他决定回国啊 还特意去看了您 您对他回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我一向的原则 这是他的决定 他要回国就回国 他不要回国就不回国 他考虑了很久 我知道 考虑了很久 他那时候我们住的很近啊 我在芝加哥 他在伊利诺 伊利诺俄巴纳 俄巴纳这个 坐火车也就一个多钟头 他有时候还甚至于 在我家里住 我们照样了聊天 那您同学这么多年 当他决定要回国的时候 面对他的选择 您是个什么反应呢 这很难讲了 这个很复杂 您愿意跟我说说吗 不是 不愿意 这个是很难说 因为那时候 这些问题 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我在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我在 我在美国所有界 有很高的地位 例如说 这个 1950年 国际数学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一次开会 我是做一小时报告的 那是很难 因为是十几年不开会了 这个 可以做报告人很多 我是 我那时候 公认是 维分几何 我最要紧 所以我做一小时报告 是不是也因为 您当时在这个 美国学术界的地位 您最后 没有选择回国 他们那时候 选我 做一小时报告 我还在南京 我在中国 他就选了我 那看到华罗庚 回国 您没有动心吗 我在动心 我当然要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我这个 我看出来 我说这个 这个中国 这个政权改变 是要有很大的变化 我不见得能够适应 所以我说 我带到芝加哥很舒服 那时候芝加哥 数学的黄金时代 因为芝加哥 数学界 有个所谓 Stone时代 Stone是系主任 他请了几个 很好的人 Anderway 这个Segma McLean 还有我 您还是比较留恋 美国学术的一个范围 学术界的一个环境 我没考虑这个问题 我是考虑回国的 不过我觉得 那时候实际不成熟 但是您跟华罗庚再见面的时候 已经是22年了 用您在书中写的话是 人生如梦 那么今天你已经是92岁的老人了 你怎么看待您和华罗庚 你们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不同的命运 这个东西是 这很有意思 我对于回国有兴趣的 是始终在想的 所以例如说 我是准备要回国的 例如说 那时候 这个一种退休制度 在芝加哥大学的退休制度 我都没有参加 我是预备 我说做几年 我就不做了 不做了 我想对于这个华先生回国的这个选择 我们是敬佩的 因为他毕竟是 一种爱国主义的这个精神 但是您今天能够落叶归根 同样的把您的晚年生活啊 全部奉献给这个国家 我想你们这个选择 都是基于一个同样的目的 像这也实际上的影响很小 究竟怎么一个决定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回来那么他的社会研究所 曾经认跟他的工作有关系了 也培养什么人 也培养不少人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动 陈景深是第一批回国访问的科学家 这是他相隔22年后的首次回国 以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回来 每次回来他都会住上一段时间 1984年 陈景深把沃尔夫奖获得的5万美元奖金 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南开大学 并开始组建数学研究所 您前后是办了三所数学研究所 那么第一次呢 是解放以前啊 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数学研究所 当时呢人家对您的评价啊 是您把一个研究所 办成了一个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你找一群人来 你叫他做研究 他不会做研究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一定要先教他了 所以我就教他 我开课 我只找了一些年 我到了 我在南京 办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 那名义上我不是所长 我不要做长 所有这长我都不做了 所以 但是呢 我说 有什么事可做呢 我就写信 给这个大一点数学系 请他们推荐 三年内最好的学生 大家都推荐 推荐了 然后我写信 这些都来 我们有二十多个人 好像当时吴文俊 也在这个研究所里吧 吴文俊就在这里 他是那时候最好的 很好的一个 以后我们出了好几个人 吴文俊 2001年 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500万元大奖的获得者 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所的 创始人之一 1946年 陈景深在上海筹办 中央研究院数学所 吴文俊听到了这个消息 大学毕业五年 他已渐渐远离了数学 没想到一次见面 改变了他的命运 陈景深把他安排到图书馆工作 让他安心学习 一年后 陈景深找到正在图书馆看书的吴文俊 他到图书馆 是你要还载 我弄不懂什么叫还载 他在解释了 我搞不懂 你看人家前人写的书 写的著作 这就写前人的责 这个责你得还 就这个意思 他说了这么要 那我是怎么还呢 他说你自己的写论文了 用这个方式来还 欠前人古人的责 在陈景深的影响下 陈景深日后成为一位著名的数学家 1956年在我国首届自然科学奖的颁奖仪式上 37岁的吴文俊和前学森华罗庚一起获得一等奖 他在试性类试欠类等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和70年代创立的定理机器证明的无方法引起了数学研究方式的变革 因为陈先生我在突破校上面不会有这样的成功 因为在陈先生见陈先生之前 我自己在暗中摸说 当时考虑的突破是所谓点击突破 陈先生就是你这个方向不对 这个方向不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示了 那扭转方向 你要是找这条路指下去 那我永远不会有什么什么成绩可以 1981年陈景深组建了第二个数学研究中心 美国伯克莱数学研究所 几十年来 由于他的存在世界数学研究中心 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而他也无可争议的当下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那后来30年以后啊 您又在美国办了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 是的 我告诉你 最近我接到这个消息 他在国家研究所那个大楼 要用我的名字 那您听了心里特别开心吧 没什么 当然也好玩 你知道这个 为什么这个数学所我做第一任所长 原因是这是美国第一个国家设立的这个数学研究所 全美国第一个 历史上没有的 因为美国一切东西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都是私人捐的 哈佛大学 Prinston也要都是私人的学校 这是一个 那么所以这个国家就请各个学校来申请了 开个会 开个会 每个学校说应该是在我这学校 大家都要抢了 要 因为是 政府支持 有一大笔钱 Berkeley的 得到这个数学研究所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向来不活动 我们有有一个申请的一个呃文章给这个基金会 然后我也不跟任何打电话来往都不我不管 我说你要不给我我没事了更好 结果他又给了我 您看啊呃您能够在这么多竞争者的情况下得到了这个机会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 您又是华人啊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呢我觉得您更成功的是你很快就把这个数学研究所变成了世界数学的中心 我现在你有了钱 你不好的人一请来就有名了 就简单的 所以对您来说办学也好 呃研究数学也好 并不是一个特别沉重复杂的事情 您觉得非常简单 甚至很开心是吗 就是开心 呃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 我做做做 那么您前两所学校呢一个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前了 另外一所呢是在大洋彼岸 那么第三所学校对您个人来说啊 它的意义和前两所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还不一样 因为第三所学校最需要办的 那要怎么样把中国所学提高 现在的地位不高 所以怎么样提高 需要工作 这是对于我讲 这是我的本国了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是了不得的一个时代 中国是成了国家 至少有两三千年 两三千年呢 以往这段历史呢 是压制的很厉害 现在开放了 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之后 每年围绕一个数学重点方向 从全国各地选拔优秀学生和教师进行培养 对一些前沿课题进行公关 陈兴生利用自己的影响 引进国际著名学者来学校讲学 2004年 一个世界最大的数学研究基地 将在南开大学建成 我听说在南开大学 您这个掀起了一个教授啊 就是大牌教授 也教本科生的风潮 我觉得本科跟其他科是一样的 你想法治对于这个 这门学问给了解了 怎么样就讲出来给大家听 很有意思 前的课也很有意思 那您在讲课的时候 您别出心裁的地方是什么呢 学生跟我很好的 因为我课讲得很清楚 我是讲课我一定要先懂 老师讲有些老师讲课他不大懂 没有深刻的了解 所以我这讲得很清楚 学生喜欢我的 听说您要求新建的数学所啊 连走廊上都是黑板是吗 这个数学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你走路或者谈天 或者吃饭 也许就要想一想数学 难道这个走路谈天说话 还跟数学有关系吗 当然了 当然了 怎么讲 我跟你这么谈 我还想我数学问题 所以您是每时每刻都在想数学问题 都在想数学问题 所以有人问我 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我没法说的 我一直在想 连睡觉也在想吗 睡觉也在想 就别的不会想了 这个最熟悉 研究数学是陈景深一生的追求 让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 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 陈景深90多岁了 还在给学生上课 他说 这么大年纪 我的思维仍然敏捷 每周还能给学生上几节课 我感到非常幸福 现在很多人都关心 您生活过得好吗 因为我们知道您老伴前两年去世了 您在这个天津收获得愉快吗 我生活还愉快 老伴去世当然很杀心了 因为我老伴人很好 我们结婚前 他去世之前 我们庆祝 我们六十年 这个六十年是暂时婚了 是吧 这个请了些朋友 我们六十年没有吵过架 他管家 我活不管 我就做我的数学 所以我们家里生活很简单 到了晚年 把自己的钱 您自己的生活 全部留给了中国 留给了您的母校南开 那么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圆一个什么梦呢 因为我有这个就是 一般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 所以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有些某些事情可以做得 跟外国人同样好 甚至于更好 中国人有能力的 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我会让我们来打开 我跟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是 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和我一切 都在一起